热糖在180度高温下熬煮15分钟 开头步骤就很关键 因为蒸散完水分的糖 才能塑形保持酥脆口感 很烫 隔水冷却变成糖膏 降温到100度的糖 趁热挂上木棍 师傅翘手拉长再编织 反反复复10分钟 灌饱了空气的糖葱 渐渐油黄转白 还带点银亮光泽 看着一拉还可以长到3公尺 这番好功夫63岁卓创庆 可是磨了35年 这个糖很烫 很危险 都会啦 刚开始做的话 那个手都会被烫到 刀片轻轻一化 糖葱酥脆但不会碎 其实卓创庆会踏入这行 起初也是百般不愿意 是因为岳父已在请托 才决心保留几乎失传的手艺 他都跟我讲说 要不然我现在正在忙 你过来帮忙 那就不一样了 零收入的学徒如今一天最好 能卖上一千包糖葱 卓创庆年收翻身一百万 已经着手传承给29岁的儿子 可以带过来 润饼皮包进糖葱冰淇淋 撒点花生芝麻 再放上香菜 外Q内酥脆的糖葱卷 就是老一辈最奢华的点心 他们都把甘蔗统一到日本 所以他们都把 台湾人很聪明 他们就是把糖葱 这东西做得像葱白一样 就像这个葱白一样 然后就骗日本人说这个就是葱 原来日据时代 台湾人种的甘蔗都得运回日本 在穷苦年代 糖葱还有富贵糖之称 在台湾已经没有人在做了 反正是因为会拉糖葱的意思 其实慢慢的变少了 在机械渐渐取代人力的社会 还是有人反其道而行 以人力代替机械 就是想拉住古早回忆 东森财经新闻流至张博祥 宜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